如果蔡英文認為說 好 大概民進黨我也找不到其他人 因為都在加護病房 那大概只有你能選 那你的副手我要介入 所以那個副手一定是 蔡英文信得過的人 我認為最可能的人就是小美琴 剛好又補了賴金德對外交 比較不熟悉 所以我認為 而且民進黨習慣上就是男女配 所以我認為小美琴 現在江湖已經有個傳言 說小美琴可能會跟吳釗燮對調 那就要讓她回來 開始熟悉國內的狀況 那未來就是準備當副手搭檔 加上監軍大概是這樣 今天晚上睡不好覺呢 跟阿比一樣淺眠的人 是不是一點點聲音 就讓你睡不好呢 現在阿比要推薦你這個 用喝的就能紓壓的飲品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一包 就可以讓你輕鬆無負擔 現在趕快上快點購 還有優惠搶好康喔